Hello 小白们大家好 是你的老朋友 配方施小赞 那么自从做视频开始 就会有很多的小萌新 经常拿我推产品 而且一上来 很多连肤质都不告诉我的 这就有点难办了 一般来说 每个人的肤质 它都是不一样的 其实你最好是根据 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产品 那么前一段时间 我也走过一件事 就是我为什么不做一期 万金油护肤的搭配思路呢 于是就有了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另外要说的是 就是我这期 并不是光给萌新做的 事实上呢 随着这个季节的变化 我们护理的产品 也要跟着一起做调整的 所以说以上的内容呢 对大部分人 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你不妨往后看一看 还是一句话 本期讲到了 所有产品 都是从我们手上挑出来的 大家在实际搭配的时候 并不一定 非得按我们的产品来 符合这个思路就可以了 当然不知道选什么的话呢 你这个选期 那里面的产品也是可以的 性价比都有挺高的 后面呢 我们有什么问题 可以再来找我 那么长话短说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首先呢 还是从清洁的步骤上起 考虑到很多人 都有化妆的这个习惯 所以我们要先讲卸妆 从来说呢 卸妆类的产品很多 像卸妆水啊 卸妆乳啊 卸妆膏啊等等等等 它们之间呢 各有优劣 但是如果只让我选择 一款卸妆产品的话 那我一定会选择卸妆油 那么很多人会认为啊 卸妆油的清洁能力强 所以说卸妆油 对皮肤的伤害是更大 更容易长痘 其实这个是恰恰相反的 相比卸妆水这种物理擦拭啊 卸妆油在清洁的过程中 主要是依赖相似相容的原理 那么它对皮肤屏障的功能影响 也会更小 刺激性能也会更低 同时呢 选择容装性能好 油脂体系安全的卸妆油呢 也是不会引起痘痘的 本期呢 我给大家选的是 主本的这款 森韵卸妆油 那么它是一款典型的 植物系卸妆产品 那么相信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啊 就是植物系卸妆 是有一个通病的 就是植物油大多数都为 极性的油脂 然后体系中呢 是缺乏非极性油脂的这个搭配的 那么容易出现 容装不彻底的情况 而主本的这款森韵的卸妆油呢 添加了低极性的碳酸压性脂 增加了溶解效果 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除此之外 植物来源的椰油脂呢 在清爽的同时 也有着不错的容装效果 并且能够帮助我们 卸出看不见的化学防晒 当然这个原料的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种量加到了18% 也是非常的大手笔了 乳化体系上采用了多种乳化剂附配 可以形成比较稳定的多层乳化结构 防止乳化好的油滴破裂 造成卸除后再次残留的情况 所以实际使用上呢 也是可以看到 它的乳化速度是非常快的 而且时候呢 也是非常的清爽 没有难受的感觉 所以体验感觉快 做的也是非常不错了 另外呢 再要做个小科普啊 就是跟常规的卸妆比 植物系卸妆 其实它也是有一些自己的优势的 比如说同样是留存在皮肤上的油脂啊 植物系卸妆的产品呢 因为它含有一些额外的不饱和脂肪酸 所以它对皮肤的滋养效果呢 也会更好一些 同时呢 也更加的安全 具体的效果呢 跟添加的油脂有关 比如说主本的另外的一款这个卸妆油啊 它添加的油脂呢 就更加的奢华一些 除了常规的这个赫赫巴和葡萄子之外呢 还用了像玻璃菊啊 切骨木杀鸡果 这些比较珍贵的油脂 那么这些油脂呢 因为有一些额外的抗氧化物质 所以在护理的方面 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当然这款产品的价格也会更贵 所以如果你是追求性价比 那么还是建议选择 孙韵的那一款 会更加的经济一些 说完卸妆呢 我们来说一下日常的洁面 挑选洁面的原则呢 一般比较的简单 第一就是尽量选择 温和的主氨基酸表活的洁面 第二呢 就是选择防腐体系 更温和一些的产品 所以本期呢 我给大家找到了 是艾尔博士的这一款洁面凝胶 首先它的表活方面是很温和的 主氨基酸跟骨氨基酸表活 复配小量的两性表活APG 那么这些呢 都是比较不错的清洁类成分 防腐体系采用的是新型防腐 新显畅活酸以及多元成类 减少了刺激隐患 那么少量的复合氨基酸 以及医生源呢 也能帮助维持皮肤表层的平衡 PH方面大概是7.5左右 偏中性也比较的友好 所以单从成分上而言呢 就已经是一个 可以考虑选取的产品了 不过本期呢 推荐它还是有另外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用料非常的扎实 表活原料呢 大概占了50% 跟普通洁面产品相比啊 就是每次它只需要挤 那么一小泵 就可以洗全脸 所以你别看它就这样一品啊 其实上非常的经久耐用 第二就是它的体验感非常好 不都不说我非常讨厌 洁面产品假滑 当然我也不喜欢洗完太紧绷 就你要知道 市面上大部分的洁面凝胶 用起来都非常容易滑 而且是那种洗不干净的那种感觉 爱尔博士这款呢 是我见到的 少数能把体验感做好的产品 那么关于质地呢 它整体是一种淡黄色 有一股淡淡的层子的香味 泡沫挺丰富的 而且呢 非常好冲洗 洗完之后呢 不仅是没有假化 也没有紧绷感 所以这款产品呢 我觉得不管是干性 油性 豆机 还是偏敏机 都是可以使用的 最主要呢 它才68块钱 名副骑士的平价大碗 这样用量很省 这120毫升呢 我觉得也是可以用很久了 前几年2022问我要不要买香奈尔的洁面 我是真心觉得 这种评价洁面已经很好用了 真的没有必要把这么多的预算 花在洁面产品上面 那接下来就是化妆水了 通常来说 除开那种特殊功效的化妆水 比如说含酸类的化妆水 普通的化妆水 对皮肤整体的作用都差不多 基本上都是一些基础的调理功能 包括软化脚趾 提供一些水性的保湿压等等 所以说 整体不建议花太多的预算 那么作为干油皮都可以用的 万斤油化妆水 大家其实也可以考虑 喷雾 那么本次给大家选的就是这款 宜莲的玻尿酸补水喷雾 宜莲这个品牌 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了 作为老牌国货 已经有了17年的历史 她的创始人 林佩学博士 在国际上首次用生物发酵法 提取玻尿酸 打破了西方的原料垄断 而宜莲从创立开始 也一直以玻尿酸护肤 作为他们的品牌定位 所以你别看它这瓶喷雾便宜大碗 但也是我们国人智慧的结晶 首先还是他们的专利透明脂酸 除了普通的透明脂酸之外 它还有一个煤切的透明脂酸 纳诺 因为纳诺的分子量很小 所以在3D皮肤模型中 整体表现出不错的透皮吸收效果 24小时达到69.9% 因此相比市面上常规的喷雾 宜莲的这款是可以额外提供 多维度保湿效果的 然后关于矿物质的说法 是否完全属于智商税 从我的角度而言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理论依据的 因为有一些研究表明 某些微量的矿物质 可以起到一定的舒缓作用 对受损的肌肤的修护 有一定的辅助效果 不过对于正常的皮肤来说 我觉得这个其实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这里的海域你提取的这个盐分 其实更多的是 作为天然的保湿因子 来辅助增加它的保湿性能 但也因此必须要做好防腐 所以说产品里面的防腐剂 是不能拿掉的 不过含量应该都在比较低的范围内 那么我做一个偏敏机 整体使用下来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一链喷雾的最大优势 还是它的喷头 德国进口R50微米喷头 让它的喷雾非常的细腻均匀 就算带装喷也不会花装 这样就是让我们在使用过程中 获得更好的体验 总的来说 一链的这款补水喷雾 还是比较值得入手的 好 接下来内容是本期的重点了 一定要真实看到最后 那么对于正常的护理而言 抗氧化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清单中的抗氧化产品 我们放到了精华上 按照本期的思路 要照顾各种复制的情况 所以说需要一款朴实性比较强 也比较温和的抗氧化精华 那么之前一直没有找到 我甚至买了这个NEO的 这个零号抗氧化精华 但是试了一下之后 我发现还是有点刺激感的 最后踏破铁学无秘处 我们在仓库里面 找到了这支 柏莱雅的双抗精华 那它可以说是完美的 符合了这些内容 长正经的这款产品前一段时间 因为虾氢素的事情闹过 那么关于这个检测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因为检测的方法 对结果有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在预处理的这块 涉及到分析化学领域 我就不多赘述了 那么柏莱雅 他们后来有去找 其他的第三方做了这个含量检测 根据报告 大概测出12个PPM 表示虾氢素确实是存在的 不过我人就觉得 他们的预处理还是不够完全 数值可能有些偏低的情况 那么有一说一啊 其实我也一早说过 就这款产品 它跟虾氢素 其实没有太大关系的 就是虾氢素 它主要是针对单线泰氧的看化 机理是非常单一的 所以我们要测的是 它的总抗旧肌活性 那么这款产品 它具体的数值是6.7 其实已经算相当不错的水平了 活性方面主要有如下几个 维C以及你上线2%的脉脚流 应提供多重维度的看化 机态做抑制糖化的守护者牺牲自己 以保全别人 单身提出则实现紧急救援 逆转已经发生了的糖化反应 换句话说 这款产品都是从多维度上 终止糖化反应的发生 包括抗氧化 其实也是抗糖化的一部分 协同喜效 对延缓皮肤的衰老是有积极意义的 另外还有一个很灵活的成分 枪引机派清女王黄酸 那么它是用于加速表皮代谢 帮助嫩滑皮肤的 所以综合上可以帮助改善一些暗黄粗糙的问题 总的来说 作为一款抗氧抗糖精华 它已经很全能了 加上普世纪也比较广 所以加上它万金有精华 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产品整体是这种精华分离的包装 按压混合后再使用 挤出来是这种淡橘色的液体 延展度不错 有保湿力 类似于苹果的香味 看各自的喜好 另外为了保持产品的活性 这款产品在开封混合以后 你们一定要尽早地用完 秋冬护肤的重点就是乳霜了 要找到一款甘油皮都通用的乳霜 太难了 首先要保证产品没有织斗性 还要保证产品有一定的修护的作用 能维持甘皮的稳定 那么在反复尝试了很多产品之后 我觉得这款产品可以说是完美的符合 就是皮宝的这个舒缓修护霜 皮宝大家也都听过了 它是药厂太阳糖旗下主打问题及修护的品牌 那么包括这款修护霜 也是跟中医药学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中心 联合研制的产品 主打舒缓维稳 而且价格也非常的亲民 那么这款产品的主体油脂是角杀丸 甘油脂还有一些少量的硅油 心肤性也没有织斗性 在功效方面采用了几种草本提取物 荷花、防风、黄芹、天麦以及金斬花 那么它们可以起到一定的抗炎 镇静舒缓皮肤的效果 比较特别的点就是它采用乳虫提取物这个成分 也就是GPCG GPCG是一个DNA保护类的成分 那么除了本身它有抗老的效果之外 还能帮助改善整体的新陈代谢 减少外界环境对皮肤的刺激 配合的饭醇以及燕麦粉 可以一定程度上稳定我们的皮肤 减少发红、搔痒的情况 关于这点我自己也是有实际感受到的 就是我在皮肤不稳定的时候 它有明显的镇静的效果 我一度以为它加了激素 所以就把它送去检测了 去塞了一下它的激素以及抗生素的效果 结果显示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值得信赖的 另外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点 就是它在皮肤稳态方面有一些考虑 因为产品添加了一种叫亚麻籽提取物的成分 那么这个成分可以促进皮肤抗菌态AMPS的表达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它可以抑制有害菌群的滋生 强化皮肤屏障的免疫功能 让我们这个皮肤表现的更加稳定 这也是各个肤质都需要的一个功效 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修护类的产品 还是一个给皮肤加固的护盾 另外大家也都知道 修护类的面霜通常就比较厚重 但这个产品它不仅仅没有那种粘力厚重的感觉 而且在使用上非常水感轻盈 油皮也一定会喜欢 好 接下来着重说一下偏干的皮肤 那么由于刚才给大家选的是一款通用型的乳霜 所以作为秋冬保湿 对干皮来说可能会出现滋润度不足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产品就比较重要 就是护肤油 我给大家选的是这款934的白瓷花修护精华油 之所以选它是因为这款产品的非常的好 调节护肤的滋润剧度 因为它的主体油脂是挥发性的一时二丸 在上脸之后随着这个丸停的挥发 它的肤感会渐渐变得清爽起来 所以就即使是涂多了 也不用担心出现过度油腻的情况 也就非常的百搭了 另外934采用了它们自研的皮脂仿生技术 用澳洲坚果、角山丸、油甘蓝、白瓷花、昆冻阿尼、霍霍霸霸等多种油脂 以特定的比例组合 组成了黄金仿生皮脂 可以加强皮肤屏障的功能 更高效地提升我们皮肤的自我修护 另外超灵界提取的昆冻阿里脂 以及白瓷花脂油 还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不仅可以帮助改善皮肤结构的功能 在抗化方面也有着一定的贡献 那么整个产品是一种透明油妆质地 流动性很强 等到完全沉没之后 不会厚重也不会闷腻 反而是一种轻薄的滋润感 由于添加有精油的关系 整体会有一股花果香 这个喜好因而而异了 关于用法 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的 就是你可以混在乳霜里面一起使用 也可以在乳霜前或者乳霜后用 如果你是油皮 我建议在乳霜之后 干皮我更建议在乳霜之前 作为打底使用 这样面部能够留存的油分 会更加的多一点 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中 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 第二到六滴的精华油 在手中这样搓开 然后轻轻地按压在你的脸上就可以了 那么整个过程也非常的简单 另外像现在秋冬了 想拯救你其他滋润度不够的乳霜 其实也是可以采取这个办法的 其他的用法也很多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加在粉底里面 减少起皮的问题 或者是把它当做护发精油来用 也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 核心点就是这几个 第一个就是做好温和的清洁 然后就是灵活控制产品的滋润梯度 另外就是做好看暗化 至于眼霜和防线 因为篇幅问题 有机会再来跟大家讲讲 不知道怎么选的 其实也可以考虑 这个934他们家的熬夜眼霜 还上次给大家推荐的物理防线 那么这两个也是 我觉得相对还不错的产品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都能找到 合适自己的护肤方式 还有你喜欢的产品 平稳的度过这个冬天 那我是配方式小灾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